各位歡迎回來GFL Pro德臣 今天這條影片是講什麼呢 就是講這個超級高特大亂鬥裡面的新的圍繞著的活動 就是原作再現的任務 裡面就是換取一些超發動的點數 整個任務裡面就有很多這些叫做 這些券 這些券去給大家換的 這些券就一張換一個超發動點 今次的超發動點就有很多巴達師兄去問 究竟怎樣換法 有什麼機體才值得去升超發動呢 剛剛都完成了我們的超熱源 所以都建議大家圍繞著超熱源的機體 或者另外一些功能機體去換一些超發動的 要講講今次的活動裡面的超發動點數 那些能夠換到的系列 基本上可以說是全部的 全部都換到的 過往它有出過的機體 過往它不論有幾舊的都好 出過的機體 這樣它就有得換的了 什麼意思呢 用Gundam Origin做一個例子 它整個例子 Gundam Origin一般 以元祖為例的話 基本上五色的元祖屬性都換得到的 或者它另外放這些 它整個元祖系列都換得到的 五隻色系 即是隔屬、射屬、機屬、攻防屬都換得到的 另外它出過的機體都換得到的 例如是什麼呢 給Gundam Origin做例子 它整個系列都出了大概三、四部機 它出過防屬的 即是熱源那部 紅渣 熱源馬沙專業的紅渣 然後 功屬就是之前 它Gundam Origin的 TV版 它做紀念的彈池那部元祖 那麼功屬 射屬另一部就是它免費 送給你那部四星 就是社屬的 圍繞著這三部 因為出了這幾部 它都圍繞著這幾部 它都圍繞著這幾部 它出回 譬如你說 那些叫做 另一些 譬如你說 它叫什麼 有時候醒不醒 隔屬 那些想先換定 那些是沒有的 所以 就 換了一些有的機體先 當然 老手了可能會開始想 換好一些沒有的那些 我覺得都對的 如果你是老手的 我相信你也不需要看這部影片 或者你想看這部影片 可能想挑剔一下我 有什麼 有什麼看法 或者看我的看法 或者挑剔一下我 歡迎挑剔一下 另外 就要說什麼呢 如果老手的話 可能你會換定 如果像中手 像我這些 這些 就 一時一時會換定 但現在這麼多系列 就不會換定 因為它沒有規範法 所以就開始換一些 值得去升的一些機體 再去升它的超強化 即是超強化 超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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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給些什麼機體 對上那次超熱源 那些機體 是最值得去講的 我待會都會做一個 在超熱源制裏 那裏做一個排序 就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哪些機體值得去換的 另外有些 要基於某些情況下 才排優先次序 所以這次的影片 可能會長久一點 那 原組暫時都不會講 那 值得 多說一點 就是 過往有的系列 都會有 例如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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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 那 哪些機體是Ada 我之前都找過一部 那 我想過 哪一部 真的值得去 是Ada 之前不能換 這次是可以換的 那些 例如是 之前看到的 突然間找不到 那 看看 給我一點時間 看看有沒有找回 這個機會 4星的Ada機體 我記得好像是熱源鍵 那裡有 暫時 真的不多 之前 我記得上次 拍片 是有的 找到的 但是 那條片大家看不到 因為我已經D了 因為 講 這一部 講多了 所以 有啊 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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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之巴爾 總之 馬沙之用的 原組 Gundam 那 它 屬於 Ada 的Gundam 所以 一般 你換不到 這部 我一定會換 坦白說一句 因為 它用來打超波勢 真的是一流 真的是一流 那 譬如 這些 我猜不到 將CE73 都放在這裏 它的分類有點特別 那 另外 要講一講 次序 是怎樣去為之 一個 優先次序 SP機 一定是優先的 對 SP一定是優先的 除非你解決到 那部 SP機的 每回合 能夠 回到 SP的 問題 你才去下一部 考慮一些必要再升的機體 對 因為 五個屬性 也有五個屬性 或者系列上的 SP機體 一定要升上 這個 超發動 對 當然 你可以計算數 因為 其實它的計算數 如何計算呢 我給我一個例子 以我部S Gundam為例子 S Gundam為例子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它本身 它的二技是回SP 加工 它本身一個消耗 就要消耗我60的SP 才回到25% 你便計算數 110 乘60% 所謂減60 不是乘60 就是乘60 然後 再 括弧 乘0.25 只要答案 是 高於 這個SP 意味著 你每一個回合 發動回SP 就可以無限回 否則 如果答案低於 這個SP 發動數 就會 有限制去發動 即有機會 你回幾個回合 接著有幾個回合 你回不到 才再回回 所以 要看你的擺位 是怎樣 因為它一趕下去 就很複雜 為什麼我會用S Gundam 因為S Gundam本身 你成為60 沒有專價 沒有兩倍SP 即是 110 即是 減60 再 括弧 乘0.25 這條數 就等於 那條數 印象中的答案 你永遠 都不會 即是 永遠都是低 這個60 這個位 所以去到現今 這個階段 為什麼還說值得換 因為 它是屬於唯一部加工 回SP的機體 另外 它升到超發動之後 或者升到21 都可以 然後 再放一個專價 就可以無限回SP 對 亦都可以無限加工 對 這條算式是這樣計 所以 如果你是新手 建議你 最好五個屬性 的機體 都能夠升到超發動 當然 有些機體 是不需要升 譬如你這些Z渣古 換回來 都已經不需要升 因為這條數 已經是減30 0.25 那0.25 即是等於 二十幾 三十幾 左右 當然 就要看一條數 如何計算 現在我不計算 因為我的數字很不精 所以 就免得說 免得獻醜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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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議大家介紹這個數字 因為我特意去開影片教大家溯題 我覺得真的有點嚴慕大家的智慧 所以建議吧 最好就是某些機體 如果你有五星人再加一部機體 如果這個數字不需要星超發動 都能夠換到 都能夠無限回SP的話就可以了 當然有什麼問題 那些你可以在我們拉群去問我 或者問其他師兄也可以 都可以的 再說回正題 究竟哪些超發動才是很值得去換呢 我們要講一講 如果以最近期大家抽到的機體 我想大家都是超熱源 如果在超熱源鍵裡 大家抽到的機體 去做一個排序的話 因為它裡面的機體都很值得 大家用一些超發動點去升它們 對 如果以這裡的排序的話 如果以這裡的排序的話 那什麼機體才是值得換呢 首先第一步 我反而不是選擇這部 Double O Quater的Full Saber 即不是Double O Quater的FX 不會是選擇它 反而會選擇的是 第一步 第一步我個人來選擇 我個人來講 喂 彈過去 彈過去 有沒有搞錯 這裡是在角落的 結晶體Unicorn是第一步的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要是結晶體Unicorn 要是這個 因為這樣說 平排第一位 只有幾部機 有四部的 第一部呢 有三部 第一部就是結晶體Unicorn 但首要的是 它怎樣排第一呢 是要說它又能吃到1.9倍霜 40%發動的1.9倍霜 這樣呢 它吃這個LSS就很值得吃了 所以吃這個超發動點 哇 好亂 我想說因為Jaw剛剛打完 Monten打了幾個小時 個人都頭昏腦漲 有點累 不好意思 那說回來 就是什麼呢 第一位呢 那次第一位是什麼呢 不放結晶體Unicorn 放了一些必定要升的 就是 要光碟 功屬於光碟 熱源於光碟 一定要升 因為它回血兼加攻 簡直完全是 只要回5000 血加70%攻 哇 真是神經病 我想說這部機器的功能 真是神經病 很值得換 對了 如果有兩部的話 我建議先升一部 第二部呢 放之後 講了種類才再升重� 然後第二部 平排第一位的呢 會是 這部 Unicorn三號機器的 金鳳王 金鳳王 金鳳王很值得升 因為它 一來它二技雙debuff 雙debuff 雙debuff debuff 兼回血 老實說真是正 所以又是一個很值得去升 升它超發動的機體 平排第二部 第三部呢 我會選擇的是 這個 Unicorn 結晶體Unicorn 那為什麼它會 放上第一位呢 其實基本上 要我排在上面 它應該排第二 但是它排第一的原因 是很簡單 首要條件就是 有LS 有一個1.9倍雙的 40%發動的LS 那你會吃它的 超發動就很值得吃了 那原因是因為它一個 慢用性 你拿去打升格戰 真的很好用 對 打升格戰也好 打高難關也好 它的技能很慢用 對 所以它 這個 精體Unicorn 很值得吃的 對 我會放它的排位 在1.5位 或者第一位尾 接著的排位就是 XX 以及 這個機屬的 新置護號 原因是因為 這兩部機 都是一個加工的機體 可能你們會問 其實你又升了這個 機屬的 機屬的 金鳳王 那還要升機屬的 新置護號嗎 我覺得是要的 原因是因為 兩個功能雖然很相似 兩部機的功能雖然很相似 一個 雖然 雖然 那個功能 真的相似 但甚至乎 某些位置有長短處 一邊的長短處 就補不到第二邊的短處 那意思是什麼呢 新置護號 就加工50% 一技 兩回合 加工50% 全均加 所以 對比起 金鳳王 他加了 就加30% 雖然 當然 各有千抽 但是 為什麼新置護號 都還要放在這裡呢 那我當 如果 你真的沒有 這個 有一部結晶體 抽得一部結晶體 Unicorn的話 那你基本上第二部 新置護號都要吃的 吃這個超發動 原因是很簡單 因為你用來打星格戰 很有用 還有他 本身機屬的 新置護號 用來打高難關 都很好用 對 雖然 我對上一次 在超議員的排位 都封它為 某程度上 封它為門神級 但實質 它也不是很門神 其實本身這部機 很好用 只是Pool拉得高了 Curve 令到這部機 變了 很低分 實質 它一點都不低分 所以很高分 至少高於今期XX的彈池 大佬 或者高於任何一期的 某幾期的彈池 很值得 打贏了那些大池 大部分的彈池都打贏了 對 好啦 說回來 之後再排位的就是 這個 最後我會選擇的一定是這個 最後一定會選擇的是 紅龍劍的紅迷網 原因就先講 但是排第二的就是WX 這個基屬的新置護號 2.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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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這個 抱歉 第二位 還未說完第二位 第二位 還有一個00Q 0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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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排第二的 原因是因為它的一技 是蠻好用的 所以都擺第二 和這個XX 同一個原理 也是 當然啦 XX這部是一部雙攻機 它唯有一個不好處的就是 它雙攻的技能 技能上面都是 兩個技能 都是用盡它100%的SP 所以 你沒有一些 比如好像看完我對上一條 那條攻略片 Double Sector Full Armour Double Sector 防塑那一部 你看到卡拉卡拉開技無縫 可以卡拉卡拉開技 但是這部的XX 做不到的 不是說它廢 而是設定上 是專門打高難關 是抽種你某些技能去使用的 所以 當然要看大家 有什麼機體 我當大家可能很非洲 即是沒有課金抽 或者 抽可能一兩口 即是一兩次十抽 只抽到 紅渣 和這個 紅渣 或者可能 紅龍檢 這兩部 我會選擇 紅渣 先 因為紅渣 它是加攻 你可以用來打 這個超BOSS 所以 要看回你自己本身抽到多少機 當你如果抽得完的話 我自己也是講一次的排位是怎樣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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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升 即是必升的 一定是 月光碟 對 接著就是 金鳳王 然後 就是去到 Judicorne 結晶體 XX 這個 00 Full Saber 新字戶號 去到2.5位 就是 說的是 紅渣 最後才說的是 紅龍劍的 迷網 一定有師兄會挑戰我 為何紅龍劍的排最尾 是否因為你抽不到 可能是 我只能夠坦白說 可能是 但最主要原因 我會說的是 因為 要看回你 那句 看回你什麼情況下 如果 譬如 整個 Seed Arch 整個外轉系列 整個外轉系列 齊到 SP機體 回SP機體 齊到 有兩部 紅迷網 其實你可以升級 我想說 因為 用來打 升格戰 真的 因為真的要靠 紅龍劍去打 升格戰 真心 你沒有紅龍劍 你用其他的去打 你根本上很難打 或者這樣說 如果你爆齊 LS 當你這麼多部 都有1.9倍 的話 你兩部紅龍劍去打 你是很穩的 但是 如果你沒有 那 說真的 只有一部 我建議先升其他 比較有用的 那些 因為我不太記得紅龍劍 是攻屬還是格屬 所以都不重要 但是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 比較破壞性 高一點的機體 就是爆盾 爆盾 單機加工 全體輸出 所以 要說一些比較 首要的 就是 適合我的牌位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我也比較建議你優先 優先過這一堆的機體 優先過這一堆的機體 的 排位上 一定是SP機體優先 你不能給一部 SP機體 它是不能夠無縫回SP 對 一定要無縫回SP的機體 才是一個優先次序 對 之後再考慮的 就是 一些功能機 或者一些輸出機 當然 這堆輸出機 兼功能機 綜合的一些機體 來講 混合的機體 其實老實講 兩樣都很重要 但是SP一定是優先 如果你沒有SP 無限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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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供電 這堆機體 基本上發揮不到 即是 基本上 你沒有SP機體 去無縫回SP 基本上 你玩飛行機 你完全是 閘不到機 或者這樣說 閘不到單數 閘不到機 閘不到機 就是這樣 所以 建議的就是 先升回SP的機體 當然 你只要計算 如果可以解決 解決到 首要的5個屬性 SP機體 齊 基本上 沒有問題 我給另一個建議 就是 SP機體 在什麼情況下 才不需要升SP 除非 本身拿回來的時候 已經設定到 立即使用得 回SP 也無縫回 這樣就可以了 又或者另一個階段 就是 有五星專家 有Double SP 的時候 都可以無縫回 這樣就可以了 否則 我覺得 就 否則 就一定升了 SP機體 對 好 Sorry 那麼 這個超發動 就說到這裡 超熱原制 就說到這裡 另一方面 要說的是什麼呢 譬如 我建議 做法是什麼 暫時 譬如中手 或者新手 我相信 如果中手 就像我一樣 我想大家都未必 好 會換定一些超發動 除非你 一些心儀的機體 之前抽不到 未來它一出 就必定會抽回來 例如 以我為例 就是 機屬的 GP-02A 是否值得換呢 但我覺得 不是的 你要去看 那部機體 任務 任務裏 可以打它的素材 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升 如果沒有的話 譬如 這部 Full Armour Gundam 射屬那部 Full Armour Gundam 如果你沒有 沒有升過 或者你有 而不升不到 超發動 趁現在去換 是最好的 當然 還有一句 我建議大家 先不要想太遠 我一定會抽回那部機器 現在要換定 除非你對好 我必定要抽 我也可以考慮換 但如果不是 我建議 先解決 在眼前手上有的機體 例如 剛才說完 超熱源制的機體 基本上 超熱源制的機體 必升 大獎機一定是必升 還有什麼機體 值得升 其次的功能就是 開盾 開盾也很重要 例如 Gundam HF-X 格屬的 那部開盾兼回血 很值得升 因為開盾加回血 雖然會2000 但你至少可以做到無縫開盾 無縫開血 這個也很重要 還有回血機體也很重要 有些什麼機體 我會比較推介 說推介的話 不是這部影片要說 因為這部影片 說推介機體 是留下一部影片 所以這次 譬如說 要升超發動 某些機體 可以預定去換 例如 星價戰交換所 那六部機 都很值得換 當然 X20那些不用換 因為X20可以打到 DLIMAX 即是那部 綠色那部 叫做力天 力天使 浪費畫那部 都可以不用換 原因是 因為你抽大詞的時候 三星機你會抽得到 或者一好抽到 有機會抽得到 它的三星素材 所以又可以不用換 省緊兩部 然後輪到 自由和正義 自由的確是有三星的 如果大家狠心一點 想吃了 之前他 新手送給你那部 三星素材 五星的自由 都可以考慮 之前也有 曾經出過 Freedom的 三星素材 在超波斯交換所裡面 但我不知道要等多久 所以我建議大家 先換了 所以 公屬的 公屬的60個 Seed系列 我相信都走不掉 我相信 另一個 就是 W的 公屬 公屬的W 他那部 巴葉特 和 那部 漢摩斯 還是 漢摩斯 好像是 這兩部 公屬都值得換 巴葉特 印象中沒有三星素材 反而 這個 漢摩斯 是有三星素材 防屬的 我還記得 因為他N年前 W的活動裡面 超波斯交換所 是有得換的 所以 你問我 例如 那些超發動 你要看看 大池有沒有 才去決定 你 需要不需要去抽 對 譬如 要看有的話 那 不要看有抽 有抽的太多了 你基本上 又是很難中的 有抽那些 如果等有抽的話 你會等得很 值幾斤 摺 都不知道 抽得完 沒有 那 基本上 甚麼機體是有抽有 而 不需要特地換 以性格戰交換所 對 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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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混合所 所以 我建議大家別隨 none 先吃 因為 升級戰交換手 6 部機 都化 ин 都化 en 各有 長 dry 我想說 在 沒有 無法 沒有 没有 而推薦機體有沒有其他特別呢? 也沒有其他特別的 熱源制的機體也值得 還有SP的機體 開盾也很值得 排排位總結一下 SP機體 超熱源的大獎 即是酸順型的 接著就是 酸順型的 舉到一個例子 Sandy 即是Debuff、Debuff 這些機體一定 接著就是回血功能機 回血功能機一定要 接著去到 第三項 應該是說 一些輸出型的機體 例如 什麼是輸出型的機體呢? 嗯 打超Boss那些是輸出型機體來的 我的定格為 嗯 這部 Double Setter為例子 輸出型的 這些都要考慮 但是排第三項 如果你是中手的話 基本上 或者中手至老手 基本上是頭兩位都不用怎麼想的 因為你夠素材去升那些超熱源的機體的超發動 那你之後才會考慮這些素材 或者是剛好你有 那你才開始考慮第三位 對於新手來說 第三位是否真的不需要考慮呢? 好看你本身是 好著重於打這遊戲裡面的哪幾個模式 對啦 如果你是好著重打超Boss的話 基本上你會先升第三個層 但是如果不是的 那我建議的就是 反而是 那個泛用程度 對啦 一定是SP機體 以及一些功能機 對啦 就是這樣 那就 看看先 都在最後的了 所以就是 第四 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第四 反而建議就是有愛的機體 就不用怎麼升 我覺得 因為你這些有愛的機體 我不是想淺踏其他大家的愛 但是以我自己為例子 我對F91很有愛的 特別是這個 我認真的 我真的很喜歡F91 因為覺得它很帥 那譬如 以我F91這部 我覺得它真的很帥 爆了金爆了模式 但是呢 它的功能是真的難用得著的 所以我不建議升它超發動 那為什麼有5呢? 那是因為5是吃同一部機 才有的 那所以就 我給大家一個建議就是這個 珍惜素材 因為那些素材不是易換 雖然它現在每個月都有這些超發動任務 又或者可能現在打超波手 有機會換得到它的超發動 但是呢 都是那句珍惜素材 那譬如 給多一個例子就是什麼呢? 比如說 防縮的 防縮的 即是 即是F91不會換 例如我為例子 即是F91不會 建議就不要升 但是我有剩的素材給它吃 那我反而建議就不要 留給下一位吃 因為它每個系列裡面 不同屬性的機械都會出 譬如 都沒有譬如 總之 我建議大家留住 留之後備用 不要急著吃光 就是這樣 那就是 今次的 這個超發動點交換索 先說到這裡 那譬如有什麼問題 想問的 想知道的 什麼機器值得去升 值得去吃的話 都歡迎在留言留言 又或者 去入我們 那個LINE群去問 都可以的 那我們LINE群也有很多 很強勁的師兄 可以回答你 對 那 暫時看到現在人數 都 我覺得 活躍人數來說 都幾安慰的 都OK 猜不到 這次的影片 真的到這裡 那 有什麼問題 都一句 inbox我 或者留下留言 或者入LINE群 那 那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訂閱 還有 按讚 不喜歡 按讚 我知道我唱戲 不要介意 好了 那 最後這條影片的影片 給你送上一個 都不知道是什麼彩蛋 的彩蛋 有抽十年抽 看看抽不抽到四星機 看看抽到四星機 是否還有一個好機 這個小的 好像是沒有 因為前女生才抽完 真的沒有 不要緊 大致是這樣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